虽然我们生不能同床 但如果死门同学 肉肉也觉得很知足啊 是不是啊 我真的肉肉 别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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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管我啊 肉肉 小心 好 现在 肉肉 你看我 你不是拉住啊 肉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梦 离经不惧来人 苍蝗 不是一人非看见 香蕉 我才离出几个时辰 就出此危险之事 看来 以后我半步也离不得你了 我知道了 小心 你 您把衣服脱了吧 我给您伤药 我都已经受伤了 还是夫人来吧 我都已经被判断了 不疼吧 上次古墓之后 夫人为我擦尸上口时 就对本将军令令不忘了吧 对啊 只可惜 当时我对军有义 军对我无情 还送我修书一封呢 夫人 不问过我 只看将来 本将军再也不会做那些糊涂的事了 大将军说了可算 夫人莫不是要本将军立字为证 那也未尝不可 好 那我去写 贴字与碗明日再写吧 白天看得清楚 明日 你就不怕本将军 明日变了惯 你敢 我是来给将军上药的 将军有可活呢 你就是本将军的药 将军要再这样有酒滑水 我可就要叫人了 这夜都已经深了 我倒要看看你还能叫到谁 叫人 热热 热热 今天找你吧 你不管他不管他 还有将军他不会有什么事 我再也不要跟你分开了 我再也不要跟你分开了 我也是 苏苏 你活着真好 苏苏 我一定 好好活下去 小姐真是的 怎么还不睡啊 天云中灰望风起星飞扬 尽客铁马像铺鞋着千才兴亡 花一笔江山如灯日灵 小姐 小姐 够了够了 可以了 苏苏 嘴没事吧 没事啊 挺好的 昨日之事实在是抱歉啊 我没搞清楚状况 就害你伤心难过 差点酿成大火 不 小姐 不怪你 我知道 你也是心疼肉肉嘛 再说 经过昨天晚上的事情之后 我和苏苏的感情 也更坚定了 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 那太好了 祝福你们啊 你准备什么时候嫁给小苏啊 尽管说啊 别管我了 小姐你别开我玩笑了 我和苏苏还为时少你早呢 倒是你 你赶紧把自己嫁了吧 嫁啊 我本来就是楚兄明明为正娶的妻子啊 哎呦 你可醒醒吧 你自己给自己修了 楚兄明 是我修了你 不是你修了我 你笑啥呀 当日啊 我生气得厉害 写下凶书二字之后呢 就直接丢给楚兄明 所以那封修书 除了凶书二字 再无其他内容 连张纸都没有 没有 没有 所以那封修书并不做书了 当然了 出墙去 楚将军 楚将军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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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将军训练的武士 果然是个个威武 我族与朝廷已经议和 日后我等再也无需刀兵枪剑了 两军对峙 战火荼毒 遭殃的可是无辜的百姓 如今两族化干戈为玉帛 还百姓安乐 此乃新帮旺族的善举 本将军深感行为 楚将军果然是深明大义 我族也准备了些节目 供将军欣赏 傻子 是 是 您的 您的 你 你 误会 误会啊 儿童何意 竟在此自杀我们将军 四文恶魔将军英勇神武 今日一世 果然和我族的勇士一样 是一等一的大英雄 楚将军误会了 这是小女玛雅 生性顽劣 没想到跟将军 开这样的玩笑 这次我带她过来 也是为了让她见识见识 咱们楚家军的诸位英雄 还快给楚将军赔礼 免礼 免礼 实在抱歉 把公主删了 包子头 快去请军医 是 不必了 这点小伤不必挂怀 对啊 我这女儿从小当儿子一样的 摔打惯了 这点伤说不了什么 将军 我们已经交手了 不打不相识 那我们就是朋友了 公主果然性情豪爽 不过 如果将军真的过意不去的话 不知可否留我在此住上几日 一直听闻这边的街市十分热闹 我却从来没有机会来过呢 那自然是没有问题 既然这样 那小女就在此叨饶将军几日 还望将军莫怪 马阳 以后再也不能如此造死了 首领放心 本将军 定会好好招待公主 哎呦 我们不是着凉了吧 哎呦